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要去面对他 说调试 我想应该有 就是说 你如果在这个调试就行了 当然也有心的想法 看书也好 或者说跟好看一眼 看一些那种 国教的那个节目 所以我的感受呢 就是 我真的不能在习所 在想我今天 没有大官 可是 我不能只是为大官 一个人而活 我想我应该为自己的 解傲还有上官 然后想到 我这一身里面呢 我还能够为这个 人先做什么事 我想一想 会觉得 好像 对大官的那种 那种爱念 那种时刻 就比较能够失怀 大爱婚的时候 医院警察出来 妈妈答应了 等于又有一个 新生命的一个期待 虽然他已经造预产户 41岁造预产户了 很辛苦 突如非常的厉害 几乎这段时间都在卧床 当然今天是86年的 10月11号 所有的医生的建立去做 等于是 两岁三次 我想到说 哎,我懷孕的時候 就覺得 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怎麼懷孕呢? 從某一個角度來講 可能 我還是有 我還是像那個福報了 我失去的孩子 然後 給我這麼深的 都有男生的體驗 那現在我有懷孕了 是不是要給我 給我另外一個孩子 一個生命 我講到大關想活下去 他那種對生命的喜愛 好不舒服你 我願意離開這個離間 當然他想他會想我 那我想我就是 因為這個孩子 他應該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來 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姻緣 他居然是說 他有這個生命 他要人間 那我覺得 我也應該是說 讓他來人間去感受 不管 將來他的感受 體驗到的 是 一個悲哀女兒也好 這少許的人生懷孕 突然有一天媽媽感應了 那一天之後 他真的 媽媽肚子裡面的孩子 就是 哥哥大乖 但是呢 哥哥又要回來了 要回來陪他 所以他很興奮 他那一種 沒有自信的 孩子沒辦法表達的 那一種 一下子有360度的轉變 他又充滿了希望 他跟哥哥在醫院打了 那個人天堂的 超級馬力歐 等於是 這樣一段時間 他都不敢再去玩了 他知道有這個時候 媽媽懷孕之後 他認為媽媽肚子裡面 是哥哥 他一定 要媽媽躺在旁邊 陪他打 甚至跟媽媽一起打 玩得非常起勁 然後媽媽一起移動 他都要媽媽小心等等 非常的保便 有人問上官說 上官你媽媽肚子裡面 孩子是癡還是喜悸 他一定說是骨骼 他不會說是喜悸 那從龍頭來 我聽到媽媽肚子裡 歡迎你 歡迎你 叫爸爸 我心裡很高興 我希望他是一個 紅蝙要可愛一點 小爸爸 那個叔叔 就是讓我很難過嘛 但是後來 就是後來媽媽懷孕啊 就想說 哥哥走了 怎麼會那麼快懷孕呢 應該是哥哥回來吧 我希望你能夠 唱出來 能夠陪我 讓我不會這麼寂寞 讓我不會這麼寂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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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现在是 八十七日 四月七号 那就对方官的官邸 等于是多大官回来 他在四月七号凌晨 两点凌智会 又来到明天 那说我待到的厉害 我待到的是 一个 多喜交易的心情 我希望这个孩子 就是平静泡泡 渐渐开泛 带着他带着我们的喜悦 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喜悦 这是我们这一点 大伴奏后 这个 这三一年 一个非常大的喜悦 小鲜 小鲜 这一点是 妈妈 小鲜 小鲜是 bars 来 两点 最生的 对 小鲜是你 小鲜 150 我跟你们 ya 并器 我们来 不知道现在是新的生命的诞生 完了这一年来呢 虽然才是烦恼一年 我真的敞加了人间那种 那个死亡的那种哀痛 以及生命的这种喜悦 虽然这只是一年 但是我会觉得 怎么在这段那一年里面 我就要去从那种悲痛 然后就那么去调整 调到一个新生命的来临 一个母亲的立场 所以要完全放下 那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我都会常常常 看过那种种 然后又再说不容易 那你从一个迎接新生命的来临 你去为他去 就是说很无言无语的互出 然后要再去调整他 这样的很无常的一切的时候 或者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腿的心肠 也没有帮我去吃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只是希望说 这个先生为了他能够跟一般的人一样 能够很平安健康的长大 走完天 这个大观爸爸跟妈妈要怎么走出这相同 其实就是用把孩子生回来的角度在看 可是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很多人 包括我的亲戚也是一样 他有去问过什么 老师 那老师会告诉他说 你想要把他生回来 你怎么这么自私 人家已经这么悲痛 他已经来这边陪你五年十年了 你还要再把他带回来 就是这个痛苦的地方 你这样太自私了 电话就挂 但这也是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说你不可以这么自私 可是爸爸怎么想呢 我认为我的想法刚好相反 就是说我们人生在这个地球上 他就所谓的天下就很多的 等于不如意 很多的意外 很多的遗憾